最近这波寒流影响到的不只是北部 连南台湾的高雄和屏东 气温也是一路下滑 很多民众不想出门 捐血中心也变得冷冷清清 各地都在闹血荒 天气好冷 这几天南台湾的高雄屏东 气温也偏低 路上的行人全都穿着厚重的外套 大家都尽量减少出门机会 捐血站里显得冷清 当然天气冷会比较不想出来 但是应该不要想说很冷 不要怕冷 还是拿出你的爱心 学校放假 所以学生捐血的来源就比较少 还有一些机关团体社团 他们有时候公务比较忙碌 全台大闹雪荒 一月捐血月开始 陆续有不少企业社团 赞助捐血活动 屏东有企业赞助送额压 再加上还能摸彩抽单车 果然吸引大批民众排队捐血 当然是有一点小的钱抽 在前面大家会更冗愿 这也让原本缺血的高雄捐血中心 库存量回稳达到安全量 不过面对这样的盛况 捐血中心方面却是优喜参半 因为企业赞助赞品鼓励大家捐输热血 这样的好意却可能造成民众预期心理 反而平常就不捐血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捐血民众都是定期来捐血 无偿的来捐献 目前全台六家捐血中心 除了高雄缺血较不严重 台北台南缺血最严重 大约只有三天的存量 其他的三个地区则是有五天的存量 至于在血型方面则是以A型和O型血最不够 捐血中心还是呼吁民众 希望大家不要只音乐赠品才捐血 平常就能共襄盛取晚秀捐血 记者李淑然蔡明孝高雄报导 感谢观看